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时间的这种关系 课时的关系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业治疗的范例 这里有一个模式图 就是我们作业的表现模式 那么我们的作业呢 我们看一下作业的情景 这个是作业的情景 这个是作业的情景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它分成了几个大的方面 我们看它的顶端 顶端就是它的社会角色 每一个人 他的社会角色的扮演 他期望的 他需要的社会角色 那么他要想 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的话 那么他在这几个方面 就是作业活动能力方面 他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这个活动能力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工作生产力活动的能力 还有呢 就是游戏休闲的能力 那么他 由于他的社会角色都不一样 那么他扮演的 扮演的社会角色所需要的这个活动能力呢 是有所偏重的 有所偏重的 我们看下面的第三排 有感觉运动 认知技能和社会心理 就是说 我们想要具备这些活动能力的话 首先 他要有感觉运动的能力 他能够感知我们外界的环境 并对我们外界的环境产生反应 产生反应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感觉和运动的能力 没有这个的话 他要想完成他的日常生活活动 工作和生产力活动 还有休闲活动的话 是很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对吧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认知能力 认知的能力 认呢 是认识 认知呢 是知觉 是知觉 是感知 是感知 那么实际上认知呢 同学们 并不是说单纯的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个什么呢 感觉和我们中枢系统的一个整合 感觉和中枢系统的整合 那么我们有很多感觉方面的信息 可以传到我们的大脑 但是呢 并不是说 每一个单独的感觉进去以后 那么他都会做出一个单独的反应 不对 它是一个感觉整合的感觉整合的一种 一种能力 一种能力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 认知方面呢 它涉及到的内容很多 比如说定向 记忆 注意 定向 今天金老师因为大物 定向能力就很差了 为什么呢 看不见路标 以前呢 是看路标 还有呢 看标志性的建筑 但是大物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说呢 那么他在完成某项活动的时候 就吃了问题 对不对 就吃了问题 就这样 一定要有认知这方面的能力 对不对 要有这个能力 有些人说 哎呀 我是路痴 就是他怎么呢 他记忆有问题 他们记录 定向有问题 对吧 这就是定向的问题 他要想完成这些活动 如果说这方面有问题 也不行 第三个呢 是社会心理 就是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么 这些呢 这几个层面呢 这几个层面呢 都是我们完成他的 扮演他社会角色 所必须的 所必须的 我们看这个摩斯图的底部 疾病 疾病 创伤 发育障碍 和心理障碍 也就是说 因为疾病 或者是创伤 或者是发育障碍 或者是心理障碍 它会引起我们的 感觉运动 认知技能 和社会心理的改变 它呢 都会影响到他 三个大德领域里面的 活动能力 最终呢 影响他 扮演他的社会角色 影响他 扮演他的社会角色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活动啊 它分成了几个领域 一个是社会角色的表现 一个是作业表现范围 作业技能 还有呢 就是生理 认知 心理 社交方面的能力 心理社交方面的能力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这个影响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如果说 因为疾病 因为损伤 因为损伤 或者是一些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那么他都会影响到 他的作业活动 那么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 特定的 经过选择的 特定的 经过选择的作业活动呢 特定的 经过选择的这种作业活动 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首先他可以恢复这些功能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还对我们的认知 对我们的认知 对我们的感觉运动 对我们的心理上 会有一些 影响 而且呢 是良性的影响 同学们可能觉得 哎呀 你觉得你说的这个太绕了 怎么会有什么 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影响呢 比如说精工作业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就对心理有影响 因为我心里面很气 这个金老师太讨厌了 我就在敲这个金属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想 你就敲 心理上是一种发泄 啊 本来敲的是锅 他就认为是敲的脑袋 哎 心理上有一种释放 他有这个作用 哎 有这个作用 精工作业嘛 对吧 精工作业 还有 比如说木工作业 比如说编织作业 这个对他心理上也影响很大 哎 我以前不能做 我现在我能够做到这个 把这个这个东西做得挺好 就心理上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 影响很大 啊 影响很大 所以说呢 这个作业治疗呢 它的影响范围是很大的 从器官水平上 到心理水平上 到高级神经功能上 它的影响都很大 啊 它的影响都很大 所以说呢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范例 对作业治疗的 啊 对作业治疗的 它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原理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啊 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 我们讲一上呢 提到的内容 很多 啊 提到的内容很多 比如说有 作业活动的理论 行为矫正的理论 心理动力学的理论 人本主义的理论 还有认知理论 啊 认知理论 那么这个呢 说实在的啊 现在呢 各种观点呢 都有道理 啊 各种观点都有道理 对我们的这个 呃 作业疗法的形成 和完善呢 都有作用 但是呢 呃 也不能够 所有的问题 全部都能够解释 啊 全部都能够解释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请大家 呃 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提一下 关于作业治疗的 啊 作业治疗的 具体的方法 啊 它的一个步骤 作业治疗的过程呢 一般我们分为六个步骤 这个跟其他的康复治疗呢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作业治疗的过程呢 它分为 评定 设定预期目标 制定治疗方案 治疗的实施 再评定 决定 决定康复后的去向 那么这六个步骤 这一点呢 跟我们康复治疗的 所有的 康复治疗的方法 都是一样 好 都是一样的 这给大家提一下 作业治疗 常用的干预方法 作业治疗的 常用的干预方法 首先呢 常用的干预方法当中 第一 是非人类环境 非人类环境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建筑的环境 建筑的环境 比如说 家居的改造 家居的改造 这个是作业治疗的 干预的方法 作业治疗的干预方法 所以说 以后大家 同学们出去 有想做作业治疗的 做作业治疗师的 你们在这方面呢 应该多想一些 比如说 我们 举个例子啊 一个结碳病人 那么我们有些什么地方 需要改的呢 他的家居环境 一个结碳病人 首先呢 家里面呢 最好是有电梯 或者这种公寓楼有电梯 没有电梯 如果说是 那种多层建筑 没有电梯 那没办法 他就可以做什么呢 想办法做到一楼来 我们改变 把他那个一楼进覆的 那个阶梯变成坡道 他就可以进出了 对吧 这是一个环境改造 第二个呢 把家里的门槛全部去掉 把门槛全部去掉 为什么呢 他 结碳病人 他要驱动轮椅 对吧 你把门槛去掉了 他驱动轮椅就很方便了 对不对 驱动轮椅就很方便了 对不对 还要改什么呢 把门改一下 对吧 这个门最好改成什么样的呢 两边都能开的门是最好 因为我进门的时候进去比较容易 如果现在我们这种门的话 进来的时候容易 出去的时候困难 为什么 门一开就开到自己身上来了 他就过不去了 对不对 如果两边都能开的话 这就简单了 现在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门呢 浑开 浑开 浑着开 推拉门 他这个也很方便 我们巴一康复中心的 他的截摊病区的门 全部是这样的 浑着拉开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个改造 还有什么呢 我们衣柜要改一下 对不对 不能太高 衣柜不能太高 衣柜太高了 他去拿东西拿不到 对不对 还有呢 插座 插座不能太低 太低了 因为 特别是高位结胎病人啊 他的躯干控制能力比较差 知道吧 本身座位平衡不太好 那么你要让他低位下去弄的话 他可能要从轮椅里面掉出去 这是改造 对不对 这个也是改造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很多 建筑环境方面的改造 包括厨房啊 卫生间啊 都可以做一些改造 这个是我们作业资料的内容 第二个呢 是辅助技术 包括注具和适应性设备 注具 注具和适应性设备 辅助装置和日常生活的辅助器具 比如说 这个人的手工能差 他要去做这个 侧念 拿钥匙 对吧 开门很困难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他的 跟他做一个注具 有一个小的卡子 把他卡在这个钥匙上 然后呢 后面加一个大笔 他就可以把这个钥匙打开 对不对 剪指甲 对吧 剪指甲 这个是一个 我们如果是个偏瘫壁人的话 那么 这个剑手跟换手剪指甲 很好办 那换手跟剑手剪指甲 这就比较难办 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注具 还有吃饭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筷子 知道吧 用筷子 其实筷子怎么最难呢 加难吗 错 张开最难 筷子啊 你们使筷子的时候 加的时候 比较简单 但是你要把它分开最难 怎么办 我就把这个筷子呢 中间装上一根弹簧 一个弹簧片 知道吧 一个弹簧片 这个筷子呢 长期都是张开的 他要吃夹东西的时候 他把弄进去一捏 菜就夹住了 塞到嘴里以后一放 他就张开了 这个很简单 但是呢 对于一个患者来说 你就给他减轻了 很多困难 还有比如说 我们可以使用 加粗的手柄 比如说我的这个 这个勺子啊 勺子是一个側捏 我捏不住 他手功能差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就在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手柄上 加一个柄 加得很粗 这个粗呢 他抓我 大的抓我可以 他就可以吃 甚至可以什么 可以使用万能袖套 所谓万能袖套 就是在手上戴一个袖套 上面有很多插孔 我把勺子插在这个上面 我就可以吃 这个是什么呢 辅助装置 和日常生活的辅助具 包括洗澡啊 洗澡啊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人洗澡 洗澡是一个比较难的动作 同志们 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洗澡很简单 但对于一个偏贪病人 结贪病人来说 他就很困难 他就很困难 那怎么办呢 有些有很多办法 有些人想了很多办法 有些人想得很好 比如说他把这个刷子 刷子后面弄上洗盘 把这个洗盘 贴在这个 浴室的墙上 他就可以蹭 也可以洗 对吧 还有上厕所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 上厕所呢 清洁 上完厕所以后的清洁很困难 我在 我在香港 我就看到他们做了一个 我觉得做得很好 它是一个 C型的一个产品 很长 在前端呢 可以把这个卫生纸啊 可以固定在这个上面 这样过去 也可以清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是坐姿和 这个干预 坐姿和干预等等 因为包括坐地 坐垫和轮椅 还有支架 还有压力仪 这个也是我们康复 这个作业治疗的内容 作业治疗的内容 压力仪 这个在 作业治疗当中 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内容 它主要针对烧伤以后的斑痕 烧伤以后的斑痕 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 有些人就出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辅助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辅助来进行康复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现在信息技术已经做到很高了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信息技术用在这个康复当中 主要用在认知功能的康复 有专门有神经传服机 专门有一个美国人 有一个美国的工程师 他发明了一个神经传服机 因为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因为老出众以后 他的认知功能出现障碍 他老是忘事 知道吧 他没办法 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跟他 那个时候传服机很 很 很 很散用嘛 很多嘛 很时髦 现在我们国内看不到传服机了 那个时候传服机呢 他就发明了一个东西 然后他 他自己把电脑啊 他自己的电脑里面 把他 他爸爸每天要干什么事情 每天要做什么事呢 编程编好 然后每天呢 按时的电脑就发到那个传服机公司 那个传服机公司 比如这个时候该吃药了 吃什么药 就发给传服机公司 那个传服机公司 马上就给他爸发一个短信 他爸拿着一看 哦 该吃药了 再过一段时间又给他发 现在该吃饭了 哦 该吃饭了 说他就 这个这个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但现在呢 技术更先进了 现在有虚拟现实 啊 有虚拟现实来进行 比如说这个 有些认知功能障碍的 哈 它的空间构像障碍 哈 空间构像障碍 而图形分辨障碍 图形分辨障碍 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障碍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计算机的方式 因为这个最简单 而且呢 比较省力 哈 比较省力 病人呢 也比较喜欢 哈 比较喜欢 现在更高级的就是虚拟现实 哈 我们参与了一个这个全军的十一五公关课题 我们参与了一个和成都军区总议院一起合作搞的一个就是虚拟现实状态下的这个颅脑损伤的颅脑损伤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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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 那我们做了个孩子做的挺好 那就是他病人处在一个沉浸在一个虚拟环境当中 他手伸出去 他就能够自己拿着一个苹果啊 端一杯水啊 他都可以做 实际上他什么都没端 他什么都没端 但是他病人自己的感受就是他端 而且把他东西拿起来了 他可以做这种 所以说这方面呢 包括环境控制啊 辅助沟通的方法呀 适应性开关玩具 还有软硬体的这种开发呀 特别是在认知方面的障碍 这个信息技术计算机辅助 这个用的特别多 特别多 这些都是我们的干预方式当中的非人类环境 你看这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对患者的影响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是阶梯啊 这个是阶梯 那么这个患者要下来的话 他就很困难 对吧 他就比较困难 那呃这个呢 上卫生间啊 上卫生间他有马桶 有一些辅助装置呢 那么他上卫生间呢 要方便一些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会很困难啊 这个是呃 他的 这个非人类环境 非人类环境 那么这个 他的第二个常用的干预方法呢 就是有意识的对自我的应用 有意识的对自我的使用 也就是这个就要求患者呢 主动的参与 第三个呢 是教与学的过程 教与学的过程 就是说 这个治疗师呢 是一个 他的主要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呢 首先他是一个观察员 治疗师首先是一个观察员 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患者的作业能力 活动能力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缺陷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缺陷 他是一个观察员 第二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教师 他要教你 教你 然后呢 来督促你学习 所以说 他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 第三个呢 是有目的性的活动 大家注意 一定是有目的性的活动 我们简的都是 有目的性的 有意义的 有些呢 有些呢 他可以做 但是呢 他的意义不大 就像一个书头 对吧 我们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 书头有很多种方法书 我们选呢 要选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书头的方法 至于书出来什么花火了 那个我们就不要去学了 因为这个太费劲了 对吧 我那天还专门看了电视上 也在教人怎么书头 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 学起来都比较困难 那何况对一个残疾者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一些 有目的性的 有意义的 并不是说 我们要达到实权实美 达到尽善尽美 这个没必要 而且呢 也做不到 那么 第五个呢 就是要活动小组 作业治疗和 这个物理治疗 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一般来说 物理治疗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 对不对 物理治疗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 特别是我们使用手法 使用手法的时候 都是一对一的 而作业治疗呢 一般都是采用的小组的形式 小组的形式 这个好处很多 好处很多 一个呢 他可以增加 增加这个患者与患者之间的这种交流 而且呢 还可以激发患者的那种上进心 张三都可以做这个 我理事当然能做 他那个生病之前还没有我厉害 现在他比我厉害 我肯定要超过他 他们相互之间是有一个竞争意识的 有一个竞争意识的 所以这方面呢 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 就是对活动的分析和组合 这点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作业治疗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活动的分析 还有呢 对他的活动的进行组合 这点很重要 我们后面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病人去泡茶 他这个 他要去泡茶的话 他就要把这个活动 泡茶这个活动 他有哪些成分 我们讲以上举的例子是吃饭 他吃饭需要有哪些活动 我们后面要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常用的场所 作业治疗的场所和它的内容 一般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普通科的作业治疗 就是在 在这个医院的这个OT里面的 OT里面的主要做这些 一个是商产所制的这个功能 伤产所制的功能障碍 包括骨折 关节损伤 颅脑和脊髓损伤等等 节肢 断肢 在肢等等 还有呢 就是神经肌肉系统的疾病 脑出重 供给失调 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 症状麻痹 脑贪 结贪 四肢贪 老年性痴呆 周围神经损害 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等等 还有就是骨关节系统的疾病 包括风湿 内风湿关节炎 降质性脊柱炎 退行性关节炎 肩周炎等等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肿瘤的相对稳定期 肺心病 冠心病和糖尿病 发育性的治疗 它主要针对 学习行为异常 学习行为异常 智力和认知的障碍 儿童发展障碍和脑贪 这个呢 跟我们PT的这个 神经发育疗法这一块呢 神经发育疗法这一块呢 是相对应的 是相对应的 另外还有呢 还有呢 那就是我们讲义上也提到了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作业治疗啊 作业治疗有一个 这个作业治疗师联合会 WFOT WFOT 那么这一块呢 是我们讲义上有 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是1952年成立的 是作业治疗的 最权威的一个组织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个作业治疗呢 作业治疗呢 这个现在呢 它是最权威的一个机构 一个机构 世界上现在有两个大的 关于我们康复治疗的两个大的机构 一个叫WCPT 世界的这个物理治疗师联盟 物理治疗联盟 还有一个呢 就是WFOT WFOT 下面呢 我们谈一下 关于作业治疗发展的减死 作业治疗发展的减死 这个我们讲义上也提到了 也提到了 作业治疗发展的减死 那么作业治疗的发展呢 作业治疗的发展呢 历史比较漫长 历史比较漫长 在很久以前 那么人们就在使用一些活动 一些活动来治疗提高人们的这种功能 这种功能 但是呢 他对这个系统的 系统的这个作业治疗的这个理论呢 是在十八世纪末 十八世纪末 到二十世纪初这个阶段 二十世纪初这个阶段 逐渐逐渐的这个形成了 那么美国呢 在一九一七年就成立了国家作业疗法的促进会 促进会 一九二三年呢 他就更名为美国作业疗法协会 作业疗法协会 那么一九五四年呢 就成立了世界作业疗法联合会 WFOT 那么他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呢 是一九五九年 是一九五九年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历史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长 他的历史呢 还是比较长 在我们国内呢 在我们国内呢 这个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特别是香港地区 他的作业治疗呢 作业的治疗发展呢 要比较相对比较成熟一些 比较成熟一些 在我们国内呢 在是一九八零年代 一九八零年代 这个开始有作业治疗 一九八零年代开始有作业治疗 那么到到最近的十多二十年呢 作业治疗的发展呢 更广泛一些 更广泛一些 这个有关的内容呢 我们讲以上有 请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说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 这个作业治疗当中 作业活动的分析 请大家看你们的讲义 一百三十一页 一百三十一页 作业活动的分析 作业活动的分析 作业活动的分析呢 在作业治疗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作业活动的分析呢 它是对一项活动的 基本组成成分 基本组成成分 以及患者能够完成 该项活动所具备的功能水平的 一个认识的过程 认识的过程 作业活动分析呢 它是对一项活动的 基本组成成分 以及患者能够完成 该项活动所具备的功能水平的 一个认识的过程 那么作业活动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 作业活动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它是为治疗师提供全面理解 活动行为的方法 它为治疗师提供全面理解 活动行为的方法 并通过提示 简化 或者是适应 提供指导他人 从事活动的知识基础 第二 是了解从事活动 所需要的设备 用具 材料 花费 时间 空间 及人员 了解他的 需要的环境 需要的条件 需要的环境 需要的条件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使其得到判断 为谁 何时 何地 在何种情况下 使用的活动 他的目的性 第四 提供以技巧能力 及评分方式 记录的 个人情况 资料 并为治疗的 提供参考性的意见 为治疗师提供全面理解活动行为的方法 并且通过提示 简化 或者是适应 提供指导他人 从事活动的知识基础 你要搞清楚 你看了 你看着 通过这个分析 通过这个分析 你要搞清楚 这个活动需要什么 这个病人缺少什么 你自己要搞清楚 作为治疗师 如果你治疗师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康复医学 要反复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的从业人员 首先 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发现问题 首要的技能 就是要发现问题 第二个呢 是了解 从事活动所需的 环境条件 设备条件 时空方面的条件 第三个呢 就是要搞清楚 我们使用的目的性如何 怎么样来实施 这个环境很重要 最好能够是一个跟病人的 跟残疾者的环境 几乎一致的这种环境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还有呢 就是提供以技巧能力 或者是评分方式 记录下他的个人资料 这个样子 来方便我们判断这个治疗的效果 方便我们判断的治疗效果 而且呢 为我们的治疗呢 提供参考性的意见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通过适应和改造设备 环境和简化活动 来确定转换活动的方式 并以患者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决定从事活动的工具 通过适应和改造设备 环境以及简化活动 来确定转换活动的方式 并以患者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决定从事活动的工具 在选择可满足特殊需要的活动的时候 练习解决问题的技能 那么有些他有特殊的需要 那我们就要训练他特殊的技能 这个人是写字的 他是一个作家靠写字为生 那我就要在首功能上 首功能上要特别的注意 提出工作日常生活技能 及游戏等活动行为范畴内的治疗目标 并将活动用于不同的个体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在分析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看他 这个人的不同的人 他对这三大领域 他的需求怎么样 他的需求怎么样 使用统一的术语 描述分析和记录 作业治疗实践当中 所使用的活动 使用统一的术语 描述分析和记录 作业治疗当中 实践当中 所使用的活动 那么活动的分析呢 我们把它可以作为两种大的分类 一个呢叫一般的分析 一个是限定的分析 那么一般的分析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基础项目 是必要的道具和材料 基础性的项目 基础性的项目 比如说你这个自我照顾方面的 自我照顾方面的 我就拿个梳子给你 你梳梳头 你看能不能梳啊 对吧 还有呢 作业的环境特性 作业的工程特性 作业活动运动机能方面的特性 作业活动在运动机能的需求方面 它能不能完成 还有感觉 还有感觉知觉和认知的特性 道具材料的特性 有些人呢 他对某一种材料有感觉 对另外一几种 他不一定有感觉 还有呢 作业活动的结果的特性 这是一般的分析 一般的分析 那么我们限定的分析 限定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根据理论模式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精神疗法的分析 论知疗法的分析 神经心理学的分析 生物理学的分析 感觉统合的分析 感觉统合的分析 这个呢 感觉统合最近 最近比较热 比较热 特别是对一些小孩的感觉统合障碍 所出现的行为障碍的问题 现在最近比较热 第二个呢 那是以治疗援助为目的的分析 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有生活技能训练目的的分析 对人际关系改善目的的分析 就业援助目的的分析 利手交换目的的分析 还有其他方面 其他限定的分析 包括工程 环境 动作 和心理社会的分析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范围扯得太广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看一下动作的活动 如何来动作的成分 如何来进行分析 它对我们治疗有什么用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